本影片由阿克力桑 贊助播出 欸阿克力你現在開始在看幼稚園會不會太早啊 不會 我跟你講我國小的時候就在想我長大要賺什麼錢 取怎麼樣老婆的事情 我規劃都是三五年十幾年之後的事 超前部主就對了 當然是一定要 財務規劃就是這樣子嘛 可是像我幫小孩子存這個合庫金阿 他雖然很穩定阿 可是他畢竟是單一公司 我在想 因為我最近有注意到像是0050阿還有0056 超多人買的耶 超多人阿像0050有超過24萬人耶 這個規模破千億 真的很多 0056也有650億的規模 而且超過37萬人 這麼多 這麼多了喔 你不講還不知道 真的阿人數真的超多 這種跟著大家買的ETF 應該比較穩定吧 你說人多的地方 反而大家就有檢驗過 不然怎麼會那麼多人買 是嗎 畢竟他是基金阿 他還是基金的一種阿 可是 因為像 你也知道我月薪沒有很多嘛 對不對 可是你股票一個月不是都超過500萬的成交 天 你不要亂講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也蠻適用在年輕人 該怎麼樣去選擇0050或0056 那你如果是媽媽們 像盧卡士一樣 以及我一樣想要幫小孩子存的話 也適用喔 所以這集年輕人跟幫小孩子存錢 到底0050、0056要選誰呢 阿哥你直接先跟大家講答案 我個人是覺得0050 為什麼啊 這個波動 波動不是比較大嗎 為什麼我覺得0050比較好呢 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你小資主阿 是現金流重要還是資產增加重要 同樣的啦 你幫你小孩子存錢 你小孩子會care現金流嗎 還是說 他可能10年20年後 你當初幫他存了錢 變成一筆更大的錢 他夠時帶母親 小孩子出國特色 是哪一個 好像應該要把資產變大喔 對 所以其實投資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商品是 絕對好絕對壞 而是要看你的投資目的 所以 當我們剛剛講到年輕人 跟幫小朋友存錢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都是希望這個本變大嘛 比方說你那年輕人 你每個月都在工作啊 你跟退休組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是退休組的話 答案我就會反過來 我覺得0056比較好 好 我們先來做一下 績銷的比較吧 同樣的老規矩 本金10萬 那每一年的年初投入6萬 等於是一個月存5000 在隔年的年初買 這是軟體設定的關係 所以 我們也選了一個 比較符合大家 可以做得到的條件 我剛剛有跟老編講 5000塊你抽得出來吧 抽不出來去送UberEase啊 我覺得財富就是這樣累積的 以前阿德里在博士班的時候 為了每個月存錢 能夠去買股票 我都去洗老鼠龍 你知道嗎 好從回測結果我們可以知道 欸 0056這麼高股息 真的沒有騙人 因為這一段時間 你總共零到股息 有44.8萬 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44.8萬等於每一年 超過4萬耶 那你每個月才存大概5000塊而已 所以 這個現金流回饋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存 金融股啊 喜歡存0056啊 其實就是跟這個股力有關係 那0050多少呢 0050呢 是28.6萬 也就是說啦 你如果是存0056 你相對於存0050 你可以多領15萬的股力 等於每年多領1萬多的股息 每一個月多1000多 欸這樣不是很好嗎 阿德里你為什麼說 那個0050比較好 其實不是這個商品比較好 而是我們剛剛講的 小資族跟 你幫你的小朋友存錢 最重要的是投資目的 就是為了讓他錢變大變大變大 而不是每多月每一年 我到底你能多少錢嗎 所以如果我們 以每一年拿到的利息 再投入這樣複利的計算的話 欸 0050的總價值已經到222萬左右囉 那0056的市值是變成多少 是170萬左右 欸你看喔 一來一往 差了50萬 那剛剛0056 雖然在股力 超過15萬的領先 0050 但是在市值這邊 輸了50萬 所以呢 你就知道為什麼阿德里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年輕人 小資主 或者是要幫小朋友存錢的話 0050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因為 他的市值 成長比0056高 欸啊 這個 這個總市值就差這麼多 啊 這兩個不是都ETF嗎 都是股票型ETF嗎 到底猜在哪邊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Youtube的重要性啊 為什麼阿格力要錄這些 就是要跟大家講 欸 用比較 剩一層第二層的思考來去判斷 那0050它其實是 台灣前50大市值的公司 也就是說裡面公司的篩選啊 並不是以股力為基準 而是以市值 那通常市值高的公司長怎麼樣 就是很會標的啊 像今年的南電不是變成0050的裡面的成分股嗎 就是因為他股票漲很多 那這種漲很多的情況下市值當然會越來越大 但是相對的漲很多的這種公司 他的殖利率是不是就會變小 所以呢 當0056他是用高殖利率 預測高殖利率的股票去做篩選的時候 這種高成長但是低殖利率的股票 其實就會被0056的篩選標準排除在外啦 那當然也不是說0056這樣就不好 因為這種方式提供了一個 每年我的這些股票 確實殖利率都會不錯 我會選到一些很低殖利率的股票 因此他是一個上有 雖然有天花板市值不容易變大 但是他也是有一個地板相對的比較抗跌 這樣的一個投資組合啦 所以回過頭來說 0050如果你是小資族 以及要幫小朋友存錢的話 根據他市值篩選的原則 太弱流強 他的市值只會越來越大 所以對於你的資本利率是有幫助的 相反的 如果你今天已經退休了 或者是你是殘狗的 你雖然年輕人 不可能你殘狗了啦 你爸留了什麼遺憶給你 那你也不想要研究看牌 想要每年有穩定的現金流 那0056確實會比0050適合你 因為你在乎的是每個月的生活費嘛 所以退休一組的話 如果退休我也會選0056 畢竟可能年薪就沒幾年 想說漲你以後市值變得怎麼樣 眼前的這個現金流能維持生活品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這一集大家就有收穫啦 0050、0056該怎麼選 就看你自己的投資目的 是資本利得還是穩定的現金流 讓你們去選喔 你選哪一道呢 естественно 注意看 看筆給我 聽聞 眾多幾個 最重要的 我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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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 說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